人类会不会进化出一种能在睡着的时候进行工作的能力呢 华大侠好我是Barry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一个人体内还会被开发的潜能 2008年美国托莱多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睡眠医学》这份期刊上面发表了他们研究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主人公是一名44岁的美国妇女 有一天这名女子工作到晚上10点钟 然后就去上床睡觉了 结果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她的一些同事朋友和领导纷纷都收到了她的邮件 有的邮件上面写着一些杂乱无序的字母 有的邮件上面则是赤裸裸问候别人全家人的脏话 还有的邮件上面的内容就像是一份请帖 说什么明天下午过来把这里收拾干净 下午4点带上酒和鱼子酱晚餐畅饮 这几封看似没有什么营养的邮件 却给人类脑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次十世纪的大地震 因为这个女子她是在梦中进行的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这名女子在10点睡去后 过两个小时就自己起床走到了旁边的书房 打开电脑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上了网写了邮件 要完成这些行为都是需要手脑高度协调的 而且写邮件这个操作绝对算得上是一项脑力活 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女人 她和她的家族成员都没有人有过梦游的经历 所以她的这种梦游和平时病理性的那种梦游症还不太一样 毕竟她的这个梦游是可以进行脑力劳动的一种梦游 那这种梦游能不能为人所用呢 人们以后能不能为自己睡着的时候找一份工作 实现真正的税后收入呢 一直以来都有一群人觉得 睡觉是一件极其浪费生命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当中一直有人在研究如何能把睡眠的时间节省下来 好让自己能有更多工作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间 那以达芬奇为首的睡眠派呢 追求的是力求每一分钟睡眠都是深度睡眠 所以睡眠派的人啊 平时至少要比正常人少睡一半的时间 那功力再深厚一点的呢 这个睡眠时间还能再减少 比如他们的鼻祖达芬奇的作息就是 每工作四个小时然后睡15分钟 然后继续工作四个小时然后睡15分钟 也就是说达芬奇这样的水平 他每天花在睡眠上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 根据达芬奇自传当中的说法 即便他每天只睡一个半小时不到 但是他还是感觉精力充沛啊 所以掌握了这种睡眠方法 号称就可以达到一条命活出两条命的感觉 这也让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尝试 结果呢要么就是怎么也达不到达芬奇的水平 要么就是身体吃不消 最后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时候人们就在想 既然达不到一条命活出两条命的效果 那就退而求其次呗 找一个风险低的 能达到1.5条命左右的效果 也是能接受的 于是呢 以尼古拉特斯拉为首的控梦派应运而生 这一派的特点是 不浪费睡觉时做梦的每一秒钟 他们不断磨练自己做清醒梦的技巧 不断磨练自己控梦的技巧 为的就是能够完全支配梦境 把工作呀实验呀创作呀 都搬到梦里继续进行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 也只有特斯拉达到了 能让梦境清晰到 可以在其中模拟精细的物理实验的地步 其他人充其量也就是能在梦中写写曲子 找找灵感看看书 复习复习笔记这样一种水平 那这些人呢 他们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梦中 明明感觉到一切都很清晰 但是当他们醒过来之后 回到现实的那一刻 他们梦中的记忆就模糊了 也就是说他们在梦里的很多东西 很难完整地带到现实中来 针对这个问题呢 有人就开玩笑地说 你们这些人既然在梦里这么厉害 那要不要在你们睡觉的时候 给你们旁边配个助手 专门在旁边记录 你们梦中得到的这些成果和灵感 这个呢本来是句玩笑话 结果呢有人就当真了 还真去研究这种方法的可行心 一个在梦境中的人 他能不能和现实世界完成实时交流呢 曾经有人说过 人入睡的过程 其实就是你的意识下限的一个过程 想想你平时下限在关电脑的时候 想必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已经点了关机键 但是呢过了一会儿 突然弹出来一个窗口 说有的程序还在运行 就问你要不要立即把它结束 如果你点了立即结束呢 这个电脑啊有时候就会抽一下 然后就顺利的关机了 这项操作呢在人体上也是一模一样 当你的意识准备下限 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这个人体的系统啊 就会问这个意识 现在身体由于焦虑 咖啡因压力 剧烈活动等的影响 很多功能和程序还在运行 你要不要立即把它们结束了 当你的意识确定要下限 并且点下立即结束的那一刻 大概率你就会体验到身体被强制关机的感觉 感觉身体突然往下一掉 然后还会剧烈地抽搐一下 在这种强烈的抽搐下 相信很多人都被自己抽醒过 这种入睡抽搐的原因 在科学上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是发生这种入睡抽搐的人 都会亲一次地感觉是在向下坠 所以这就不免让人觉得 入睡就是一个意识脱落身体的过程 而人一旦进入深度睡眠之后 就感觉他的所有意识 已经和身体完全分离了 因为这个时候 人身上所有的肌肉 都进入了一个当机状态 全部都松弛了 这也导致了那些做清醒梦的人 他没有办法跟旁边的人进行交流 即便他在做梦的时候意识很清醒 他也能听到你在说啥 但是由于他的意识 没有办法再控制他的身体了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说话 再向外输出信息了 即便知道了睡觉 是这样一个意识和身体 断开连接的状态 但还是有人在试图寻找 能在梦境中和现实世界 实施交流的方法 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这就相当于 你要在电脑关机的情况下 还要能上网发邮件一样 不过这个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最后人们却绕道而行 发明了智能手机 就轻松地把它化解了 连同梦境和现实的智能手机 又存不存在呢 2021年来自美国 法国 德国和荷兰的科学家 联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称称找到了这款 连接梦境和现实的智能手机 就是人的眼睛 这个眼睛就很奇怪 因为它是人体在睡觉的时候 唯一可以乱动的东西 这群科学家也通过实验证明了 人在睡眠周期中的快速眼动器 这个阶段 确实是可以通过控制眼睛来和外界 和现实中的人进行交流的 当时他们就找了很多那种可以控梦 可以做清醒梦的人 等他们睡觉来到快速眼动器的时候 研究人员就会问一些类似于3加2等于几这样的问题 并要求睡觉的这个人 就是在梦中的这个人通过动眼睛来回答他 这个人就会眼睛向左动五下 就表示2加3等于5 虽然目前现实和梦境中的交流 仅仅停留在这种初级的水平 但如果以后可以开发出能实现梦境和现实 进行无障碍实时交流的设备的话 那么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人脑计算机时代 因为人脑的算力极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梦境当中 隐藏在快速眼动器的睡眠当中 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 人在快速眼动器做梦的这段时间里 这个人的创造力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 就把快速眼动器的这个人给他叫醒 然后让他们去完成创造性的那些解题游戏 你会发现他们会获得比较好的成绩 并且他们对于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总会显得各种灵感迸发 之前还有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快速眼动器的时候 这个脑部消耗的能量 甚至会一度超过你大脑清醒的时候所消耗的能量 而且超过的这部分有时候还会高达40%之多 后面的科学家发现 人在快速眼动器做梦的这段时间里 他感受到的时间就明显比现实要长 所以在做梦的一个小时里 他在梦境当中可能已经完成了 现实中好几个小时要做的事情 这个效率真的是十分的诱人 曾经就有人怀疑 上帝给人类的金手指 就藏在快速眼动器这个睡眠当中 有科学家发现大自然当中 捕食者的快速眼动器 它一定是比被捕食者长的 这有可能是因为被捕食者 在快速眼动器做梦的时候 他这个大脑开始疯狂运算 最终可以得出很多新盈的 躲避追捕的办法 那作为他们的天敌 想要生存下去 你就必须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所以捕食者就需要更强的算力 才能使他们破解猎物的 新手段的速度 超过猎物创造新手段的速度 如此一来捕食者就需要 更长的快速眼动器 以得到更强的算力 那比如老鼠在一个睡眠周期里 它的快速眼动器是12分钟 那它的天敌猫则有22分钟 那作为地球上最顶级的捕食者 人类则能达到90分钟 这就是目前地球上站立的天花板了 而人类的近亲 猿猿猿大猩猩这种 它们的快速眼动器呢 在整个睡眠周期当中的占比 不会超过10% 而人类则是达到了20%到25% 所以看似大家都是 一晚上睡八九个小时 但是人类和其他猿猿的差距 可能就是在这个睡眠当中 不知不觉的给拉开了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